那种食材的原味的感觉 接着是油饭 我好奇到底是多好吃啊 就看到有网友说这是全台湾最好吃的油饭 他说台湾人就是浮狂 那我来先来吃吃看油饭好了 其实我蛮喜欢吃台湾油饭的 但油饭往往是吃两三口之后就有点腻的感觉 对不对 来哦 大家好我是魏帅人 今天魏公子吃饭来到了大稻城 我原本有请我们的网友和粉丝们推荐大稻城附近的美食 实在太多了天哪这附近这么多美食是不是 所以想说今天要全部吃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小鸟味看得出来吗 对不对 今天我们就集中在民生泄露前的这一段 那我们今天试着把大稻城这一代的美食分成两种 因为这里很多最近开的文青小店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比较新式的那种类型的美食放在一起 然后比较传统的老台北的那种美食就放在一起 如果你推荐的店家没有在里面不要失望好不好 我实在没办法吃那么多 未来我下次再来好不好 第一家早餐嘛对不对 先去吃那个杏仁茶 嘿油条 没吃过没吃过这个组合走 好那现在要来吃杏仁茶 老板说现在目前 所以是只有冬季才有热的是不是 那到什么时候有热的 可能5月吧 5月 所以现在我吃的这个热的杏仁茶配油条还有碰饼 只有天气冷的时候才有 那我先单喝这个杏仁茶看看 说到杏仁茶以前刚来台湾 闻到这个杏仁茶味道很不习惯 一般煮杏仁茶会多加什么东西吗 没有这个杏仁茶那个三种原料 杏仁豆 蜜蜜 然后我们再加再来米 米浆 然后再加冰糖 哦有加冰糖啊 对 确实 确实如同老板所说的没有太强烈的 太过度的那个杏仁香哦 这个当早餐感觉蛮不错的 它有一点点浓稠度 喝起来很舒服 你用把它放进去里面 这样放进去 自己过来喝 所以不是沾着吃是泡着吃的哦 那我来吃吃看啰 这个是不是南部 台湾南部有点吃的 对不对 台湾南部台湾过美国的 哦 再来碰饼 碰饼要把它捏碎碎 甜甜的 油条给人的感觉 反而比碰饼来的不油腻 我蛮喜欢的 吃起来很台湾人所说的 古渣比的感觉 吃完了 我觉得韩国人可以吃吃看 体验一下不同味道 因为这个味道绝对是 在韩国吃不到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值得尝 刚好这间店味道不会太强烈 那就可以 吃吃看 刚吃完杏仁茶 后来还有吃到冰的杏仁豆腐茶 对不对 好吃耶 软软嫩嫩的 非常非常香 OK好 那我来听听看你们的想法好了 我吃的是冰的杏仁豆腐 然后以前喝杏仁茶的印象就是喝完口会很渴 因为感觉会有这种甜腻的味道 然后不解渴 但今天这家的味道就不会很重 而且是喝冰的嘛 所以还算满清爽的 很适合夏天 我觉得老板他说都没有给他采访 但我觉得他很喜欢被采访 感觉他套泡不解 对 套泡不解 一直讲 虽然他讲得有点小浮夸 但感觉是满真材实料的 就杏仁茶之后很清爽很清淡 真的没什么杏仁味其实 我就怕杏仁也可以喝 今天很热 所以我就点那个冰的豆浆 这个感觉应该是真材实料 就像老板讲没有添加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很纯就是豆浆味 我觉得蛮好喝的 因为有粉是说不可以碰碧云 所以这个万华丁海云会的万华Amo 丁海云不是我取的 不要攻击我 我也是吃杏仁茶加烘饼 然后也是吃热 对 天气热的时候吃有点累 但是其实味道蛮好吃的 然后杏仁茶没有想象中 那么死甜的那种味道 后来老板还有送我那个豆花 加在那个杏仁茶里面 就蛮适合的这样子 好 那接着我们要找地方去吃油饭 走 好 那接下来要吃的是 从早一早就大排长荣的 什么油饭 有没有油饭 有没有油饭 不是 林河巴油饭 这很有名哦 听说是郭董 他那个生小孩的时候的那个明月油饭 是不是 那就是这一家超多人的 卖得超好真的很夸张 有价鸡腿 因为表现得好的 味道总的表现得很好 就有看到有粉丝说 比起油饭他觉得 烏龙烤更好吃 所以我点了烏龙烤来试试看 就跟我印象中的烏龙烤味道不一样 它味道吃起来是比较淡 然后主要的主要的味道是油香 啊那个油感觉是用油葱的猪油的感觉 我喜欢这种味道不会太强烈 然后有保留一点点那种食材的原味的感觉 接着是油饭 我好奇到底是多好吃啊 就看到有网友说 这是全台湾最好吃的油饭 他说台湾人就是浮狂 那我来先来吃吃看油饭好了 其实我满喜欢吃台湾油饭的 但油饭往往是吃两三口之后 就有点腻的感觉 对不对 来哦 真的好吃耶 这香菇好香哦 史上最香的干香菇 第一次天火花啦 你要说我 台湾人真是火花 然后它油饭呢 它其实是没有很咸 油饭相对比较清淡 它的咸味主要是靠干香菇的感觉 真的好吃 难怪那么多人排队 哇 这一定要吃吃看香菇 祝贺不爱吃菇哦 这一定要吃吃看 这真的超好吃的 年轻人 我吃吃看肉丸 肉丸换姜菇 好啊 那你先去吃吃看啊 好 让我吃吃吃就吃到了 那我来吃吃看它的卤蛋好不好 好吃 这个卤蛋好吃 这个蛋黄特别香 因为我昨天晚上就吃了水煮蛋 水煮蛋的蛋黄没有这么香 就是差太多了 这完全不像是一般吃得到的 蛋黄的香味 OK好 那最后来吃吃看他们 鸡腿 这看起来像是炸过的 炸过的鸡腿怎么可能不好吃 它的皮不是酥的那种 是有一点点弹性的 这个里面的肉汁非常非常入味 因为这个韩国人会喜欢没 它那个12点就最后一锅了 你要想要吃这家油饭的话 你要很早来 全台湾最好吃的油饭不浮夸 好你们来吃吃看一起来吃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我本来就喜欢吃干香菇 然后我觉得它香菇单吃有点甜 可是配饭的话就真的很刚好 这个精彩铃很夸张 它刚刚一直吃一直 我说等一下还有十家要吃 就一直吃一直 真的很好吃 然后它油饭就是不会很腻 真的很赞 我觉得鸡腿是很入味 但是有点太咸 然后牛饭是不错了 就是那个肉燥很香 那香菇真的不错 我刚刚吃了两口 是 这超大 一颗贡丸 不是不是一颗肉碗 肉碗可以哦 肉碗 他为了逼我吃饭 那是OK 好 OK 下次去彰化吃饭 下次去彰化吃饭 我很喜欢吃油饭 我去会参加人家的婚礼 最期待的就是油饭那一道上来的时候 那不是最后一道吗 通常是最后一道 然后大家都不吃了嘛 就我就会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油饭反正就很好吃 只是我吃不出来这家有什么差别而已 然后我觉得加甜辣酱应该也是蛮好吃的 我觉得它那个油饭就是没有就是一般吃的油饭味道那么重 鸡腿的话就真的偏咸一点 但其实我也可能没有吃出来就是全台湾最好吃的油饭这一点 但是是真的好吃 那你会想念甜辣酱吗 我觉得它不用加甜辣酱就好吃了 好那下一个我们要吃的是刚刚有一位在现场的粉丝 吉利推荐一定要吃的 什么什么什么 祈宇米粉汤 我们来试试看 走 好那接下来要吃的是刚刚现场的粉丝吉利推荐的 祈宇米粉汤 他说一定要点米粉汤还有红烧肉 那我来先吃吃看这个红烧肉好了 红烧肉说实在我平常真的很少吃 先单吃先不要淋酱 先吃吃看这个 它是有点薄薄软软的面衣的炸猪排的感觉 哇这个好吃 这个好好吃 好然后再吃吃看这个米粉汤 我来想说米粉汤的话是很粗的 结果不是它是细细的米粉 试试看 然后先是油葱香 后来就出现的是那个旗宇的蛋蛋的旗宇香 大家知道汤的米粉基本上不会太有嚼劲 但是它配上这个旗宇肉 因为旗宇肉的嚼劲很够 所以配起来口感很不错 虽然是热的天气 但是吃这个味道不会觉得不舒服的感觉 但如果你要我在那个外面那么热 就边流汗边吃都可能我会考虑一下 我觉得旗宇米粉汤好吃 但是感觉还好啦 就没有这么夸张 我觉得我蛮喜欢这米粉汤的 就是我觉得它还算蛮清甜 不会太油 然后味道也不会太重 那如果我自己吃一碗的话 我应该会加胡椒 我吃米粉汤比较少吃到就是旗宇 我觉得它有那个鱼的那个咸味 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 然后那个红烧肉 它外面那个红烧比较薄 有些地方吃到会偏厚 我比较喜欢薄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搭配姜丝吃起来 整体来说我都蛮喜欢的 我喜欢米粉汤 就是它有一种古早味的感觉 就是咸咸香香的 但就是我也吃不出来这一家 跟其他家说不一样 然后来喝喝看 这一家有名的青草茶店 好像有蛮多间的 那其中我们选了那个叫 滋生的青草茶 粉丝们推的就是青草茶跟那个毛根茶 那老板说毛根茶是味道比较淡的 它颜色也比较淡 所以先喝喝看这个毛根茶 这喝起来是有一点淡淡的仙草味 喝起来很爽口 感觉这个热的天气很适合 就算你还不爱喝什么青草茶 或者这种药膳茶 我相信这个味道应该是你可以 那青草茶的话 我相信青草茶大家应该不陌生 来喝喝看这间店 那这间店连青草茶也不会太甜 也是轻轻的淡淡的甜 比这个毛根茶稍微再甜一点点 那味道它当然是比较浓郁一点 那大家熟悉的青草茶 但是味道没有那么强烈 我觉得很适合热天气 这两杯我都蛮喜欢 我喝的是那个毛根茶 毛根茶喝到后面会有微微的一点点酸味 但是它整体来说就是淡淡的 然后有点清香然后甜味这样子 其实就是夏天我觉得蛮适合喝的 我喝的是青草茶 那我刚刚有偷喝一口别人的毛根茶 我觉得毛根茶比较好喝 因为青草茶感觉 它的草味感觉有点淡 就是如果你都想要喝青草茶的感觉 就是想喝那个草味 像牛羊那样 对对刚刚那一把那样 是青草茶跟毛根茶一起比较之后 才发现毛根茶比较好喝 因为毛根茶闻起来有一个冬瓜茶的味道 但喝进去就很清淡 然后再喝青草茶就发现 因为青草茶比较甜 所以毛根茶比较好喝 我喝青草茶 因为今天很热 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喝很快 然后就叙叙叙就喝完了 就你们刚刚觉得草味不够 可是我觉得够了 再多了就太多了 我也觉得太 对啊 牛吗 喝下去了最后有一点点薄荷味 喜欢人就喜欢不喜欢人就不喜欢 谢谢 这样算吃完午餐了吧 简单吃完午餐 我们去吃个甜点 就是很像那个小孩屁股的 那个舒芙蕾松饼 不觉得他很像小孩屁股 好 OK 就买了包子 就在彰化银行旁边的 他卖肉包跟四神汤 还是很有名的店 我很想要喝喝看四神汤 因为我很喜欢四神汤 据说这边四神汤 味道也很不一样 蛮好吃的 但很可惜 据说疫情期间他们不卖四神汤 那今天先吃吃看他们肉包咯 虽然肉包在外形的话 反正包的有点随便 就像包的感觉 那我们吃吃看味道好了 皮是很软的 有点像面包的感觉的皮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是有点Q弹的 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对你的味 里面的内馅肉味非常非常明显 然后它的内馅也是比较粉一点点 相较像没有大块的肉 可能也是搭配它的那个饼 不是饼 这是包皮 面皮也是比较软的 整个吃起来会是比较化开来的感觉 油香跟肉香其实平衡感蛮好的 但据说祝贺你以前想吃 然后就要排很久 是不是 希望可以吃吃看四神汤 因为我觉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吃到台湾的四神汤 一开始有点觉得怪 因为它里面有那些东西在组合起来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很奇怪 但喝下去觉得 那味道很干净 很好吃 所以我觉得 韩国人普遍应该蛮喜欢四神汤 所以其实很想要介绍 找一下很值得推荐的四神汤 然后就介绍给韩国人 希望下次可以吃得到 OK 好 那你们都吃完了 你们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心得 来 从Aiu开始 Aiu 这包子感觉不油 但另外一面就是它会有点干 所以它原本可能配 我觉得吃起来倒是有点油 是吗 就是它的那个皮是 比较吸汤汁的 所以它就把它油都吸进去了 我的感觉 我觉得不油 所以干干的情况之下 感觉要配四神汤 所以包子来讲 我可能比较喜欢小壳一点 但里面会爆汁的那种 今天组中可爱 帮我剪掉 我觉得有名的可能 真的是四神汤 四神汤是主体 我觉得南投的里祭包子比较好吃 突然又开始推销南投 南投赞 对 这是南投致富欸 我觉得你是我认识最致富的南投人 你认识没几个而已吧 下面一位 里祭包子好吃 里祭小笼包 你说早餐吃的 对对对对 那那是不错的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评论 我本来平常就不太吃包子 抢不起包子就是 不是 如果自己用的包子我都抢不起 对啊 为什么不喜欢包子的 我会喜欢包子的 就平常就没有在吃 就如果包子跟馒头选 我选馒头 没有比较的比较的值 但我觉得 土包子包子二级包子 土包子是谁啦 不行 我觉得我这一段 我刚刚只吃了一口 但是刚刚祝贺在我旁边 把那个包子撕开的那个瞬间 其实我有闻到那个肉包的香味 我觉得 闻起来其实很香 但我刚刚只吃了一口 然后可能是因为吃边边 所以我肉没有吃到太多 你刚刚就是祝贺没给你吃肉 不是 然后 拍鸡啦拍鸡 祝贺好坏 你刚刚整块拿给他 他只夹边边 祝贺坏的部分 我拿到边边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肉味没有那么的重 但就相对的也就没那么油 我自己感觉起来 其实还蛮好吃的 还是很可惜 就四成汤没喝到 OK 好 大稻城的老美食 都是先讲 我知道有很多人说 可是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竟然没吃什么 一定很多了 好不好 下次啦 我现在就小鸟味 已经这么饱很久了 下次我们再来到大稻城 来吃吃看其他的美食 好吗 好 那下一集 我们要吃比较年轻的 比较新式的 这样大稻城美食 我们下一期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支持前面轻转下方资讯栏连结 我们下场资讯栏连结